大家好,我是TI MSP产品性的应用工程师CLE,主要负责MSP相关产品的推广与支持。 在本次MSP M0的IO模块介绍视频当中,我将向大家介绍MSP M0的IO模块的基本功能,以及开发与使用IO模块的相关入门资料。 首先是GPIO功能模块,这是一个M4U的通用功能,它主要是用于输入或者输出数字信号,以实现信号传输或者控制功能。 M0主要提供了四种不同的GPIO,以满足对于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。 不同种类的GPIO的功能对比可以参考右表。 M0的GPIO包括了标准GPIO,即通用IO口,它支持逻辑反转控制,以及上拉、下拉电阻配置。 同时,部分的标准IO支持唤醒功能,可以从关闭模式下唤醒MCU。 M0还提供了高速GPIO口,最多支持五个高速IO,速率最高达到40MHz。 此外,M0还具有高驱动IO,可以提供高达20毫安的驱动电流,以满足对于小型器件或者外设驱动的要求,而无需增加额外的器件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M0还提供了开漏输出IO口,可以无需额外的电瓶转换器件,即可满足一些5V的通讯应用场景。 M0丰富的GPIO资源和种类,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,可以与客户极大的灵活性的选择。 为了满足对于IO灵活使用的需求,M0提供了IOmax模块对IO口的功能进行统一的管理。 通过IOmax,可以将IO配置为数字输入输出功能。 其中,做数字输入功能时,可以支持配置逻辑反功能。 此外,Odiko还支持支援CMOS电瓶功能。 可以通过Inputmax选择对应的数字外设,其中外设01对应的是GPIO功能。 其他外设功能请对应查看数据手册的拼功能介绍。 当作数字输出时,同样可以配置为逻辑反功能。 该处配置的输出与输入功能是共用的。 同样,可以通过Outputmax选择对应的输出数字外设。 该处与Inputmax是共用的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如果从GPIO功能切换至其他数字外设功能,则可以保留上一次GPIO口的状态。 特别的,可以通过IoMax模块来配置Io口的上拉下拉电阻功能。 上下拉电阻对输入输出均有效。 该功能是默认禁止的,需要客户根据应用场景选择是否使用。 可以从图中看到,IoMax提供了外设附庸选择功能。 这将对于灵活使用M0的Io口提供了诸东便利。 针对数字外设功能,可以在IoMax中直接选择相应的外设功能。 此时,其余的数字功能,包括GPIO口的功能,都将被禁用。 IoMax还支持模拟功能,这也是M0的IoMax模块的一个特点。 若只需要选择模拟外设的功能,则需要在IoMax模块当中禁用数字功能, 并且在相应的模拟外设中进行使能。 特别说明一下,M0的IoMax可以同时配置数字与模拟功能, 只需要配置相应的数字功能,并在相应的模拟外设中进行使能即可。 IoMax模块还可以配置是否从关闭模式下唤醒MCU, 以满足用户对于Io唤醒MCU的需求。 这里做一个小节,IoPin是实际对应在MCU管角的 物理层的Pin角,而IoMax则是负责配置该Pin角的数字功能, 可以通过IoMax来选择相应的数字外设, 包括GPIO、定视器、通信模块等。 模拟外设的功能同样可以通过IoMax输出到Io的Pin角上, 但其实能与配置则需要在相应的外设中进行配置。 在了解了MSP-M0 IoMax模块的特性之后, 我们可以来迅速了解一下如何快速使用Io模块。 首先,非常建议大家购买一块MSP-M0的评估版, 无需额外配件, 百元多即可上手MSP-M0的开发。 接下来,我们可以先学习与Io模块相配套的Academy。 这是一个在新教程, 将通过一个一个不断递进的任务, 以及相应的问题与说明, 来帮助读者了解Io模块的配置与使用细节。 当然,我们也可以直接参考SDK中Drivelib里面的历程, 配合datasheet与TiM手册进行Io模块的学习。 此外,十分推荐使用Sysconfig图形化配置工具, 按照图示的步骤进行点击, 在相应的模块进行勾选, 填写参数, 编译之后就可以包含生成Io配置的代码, 降低了上手难度, 同时也缩短了开发时间。 GPIO有单独的配置窗口, 而IoMax的配置则隐含在各个外设的配置当中。 各个外设模块当中有PinMax配置部分, 该部分则对应IoMax的功能配置。 如果想对快速入门进一步了解的观众, 可以一步相应的文档链接, 这里面包含了MSP M0的线上资源, 整合了Academy和SDK, 无需下载即可阅览。 同时, 还有手把手快速入门文档, 更详细地制导新手完成开发环境的搭建, 以及本次视频中涉及到的CCConfig使用文档, 和对应的MSP M0的datasheet和TIM手册。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, 欢迎大家下载本次视频的PPT, 并点击链接, 访问更多官员MSP M0的相关培训视频。 欢迎收看, 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